我上次下跪前就是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吃進去的食物五顏六色 為什麼出來的顏色都超多 除非你吃了特殊的藥物 夠紅色火龍果 首先當然可以說 因為吃進去的東西的顏色 它可能被我們分解破壞了 對不對 所以顏色就沒有了 那顏色沒有了應該是白色的產品啊 但是是白色太噁心了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有一特殊的顏色 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來說 那叫分色素 它來自膽色素 來自膽紅素 來自血紅素 來自紅血球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代謝之後 甚至可以把它說成是肺部 那誰負責做這個事情 紅血球的代謝 其實最主要的是在屏臟 那屏臟把紅血球處理了之後 紅血球簡單來講說破掉 那破掉之後的話 裡面的這個血紅素 還有很多的代謝產物 接下來是會到肝臟去代謝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其實當然我們高中沒有講那麼事啦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說 血紅素它其實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血色素肌 會叫血基質 然後再加上雅鐵離子對不對 這個雅鐵離子是可以被再使用的 所以會把它拔起來 但是剩下的這個蛋白質的部分呢 它就會變成是廢物 就會變成是代謝不要的東西 那肝臟這個時候就會把它處理 然後會轉變成 你看這樣別的用病吧 我不知道要清楚 反正就會變成膽紅素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會進到膽脂當中 成為膽脂的顏色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也就是分辨的顏色 所以沒有說膽脂的顏色 主要是由血紅素分別產生的膽紅素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的話 是黃色或是橄欖綠 那另外的話 我們就看到 基本上它其實要能夠 這個代謝的廢物 要能夠經由這個肝臟 然後把它變成膽脂 然後接下來的話 再進到這個消化道當中 它當然一方面是膽脂的成分 它幫忙脂溶性物質的消化物質 就是說膽脂的功能是物理消化 對不對 好 帶有低變的小力 增加表面積好分解 那但是呢 它也順便做排泄 順便做排泄 為什麼說是排泄 還記得嗎 就是剛剛講 因為那些紅素是有素代謝廢物 對不對 那也跟大家說了 這個糞便的顏色就是來自這個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膽道閉鎖 或者是肝臟出了問題 它膽脂的製造跟排出出了問題 那你猜會怎樣 皮膽是不是還是一樣吧 我記得的時候代謝了 也有一大堆的這個血紅素 它也一大堆的可能也是 被代謝成膽黄素 那它沒有辦法順利的 經由這個膽管 沒有辦法順利的經由膽脂 排到十二指腸 然後再次分辨一起排出以外 它接下來的話 它就會被血液帶走 被血液帶走之後呢 它就會在皮膚沉著 這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黃膽 這個大家知道嗎 我是開玩笑的吧 我們知道高枷鎖人 總會不會覺得我們都黃膽好嚴重 會不會這樣子 你會不會很好奇 我們就是黃黃的 我要怎麼開門出來的黃膽 所以其實好像東方人 確實比較躲在 不小心原因嘛 黃膽的會比較躲 那你有聽你爸媽聊過 你有跟他們聊過 你小時候的故事嗎 你那時候剛出現的時候 你有黃膽 然後黃膽的話 有時候如果不是很嚴重 那還沒關係 有時候如果稍微嚴重一點的話 那個醫院的話就會 讓你去躺在一個特殊的 總推程 或者是躺在一個特殊的箱子上面 然後它會照一些光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可以解決一些黃膽的問題 有跟媽媽聊過這個問題嗎 我們回家聊一聊 好 我們今天不管這個 那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說過 看完笑說我們皮膚黃黃的怎麼看黃膽 而且我們有時候氣瓶戰鬥又白衣透紅了 所以其實要看看有沒有黃膽 其實很簡單就是抽個血淹一下就知道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說順利排除的話 它應該會進而感知 然後增加小花膏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經過血液帶一走進群身都會有 所以其實判斷的方法最精準的是什麼 就是抽血 抽血來驗一下 那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神秘的情緒 它其實就在皮膚上這樣照一照照一照照一照 它竟然可以分析得出來了 那第三種的話 在臨床上最常用的 那如果對小朋友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小朋友嗎 小嬰兒啊 對不對 台語說 阿咪咪咪咪咪 本來其實是紅色的小孩 還是怎麼講 紅藍仔 然後是 聽過嗎 還是沒有 你聽的都是胖人的話 所以你死了難看 算了 所以其實 阿咪咪咪就會握著小朋友的這個手 握著去腿 然後這樣子輕輕的推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輕輕的推 因為可以把血液稍微推著 懂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雖然不是很難散 你剛推過的地方 不是那個皮膚會顏色稍微淺一點或白一點 知道嗎 不要太用力 大家知道我還講什麼嗎 所以經驗很豐富的醫療人員 他只要這樣 然後手這樣推 他看一下那個顏色 大概就會知道 我膽的狀況也不嚴重 但是如果你是肝病不好的 你去看肝膽腸胃科 然後醫生就聽你說他會好奇 而且咽血的註據都弄不快出來 而且我剛剛說這樣 握著手或是嘴這樣推一下看顏色 基本上是對小嬰兒才會這樣 對大人沒有責任 對大人這樣感覺也滿難的 所以其實沒有這樣子 而且可能又會膚色不均勻 或者是皮膚的毛髮比較多 還是什麼的 所以那你們幾乎知道 平常看人有沒有黃胎 你要看哪裡 很嚴重的話 當然那個皮膚就蠟滑 有沒有 面黃是肌瘦了 不見得會肌瘦 但是就黃黃的 所以他很厲害 因為膚色跟曬太陽有關係 所以最準是哪裡 就是看眼睛 就是看眼白 就是看狗膜的顏色 所以其實就 而且還有人說 最好要看那個沒有被光線照到的地方 是不是嚴重嗎 我覺得還好 對啊 好啦 沒關係 所以你就變成是別人幫你看 你自己就看一下也可以 如果你這樣做鬼臉這樣 就這樣 要拉一下 你知道嗎 這樣拉一下才會露出下面 沒有曬到太陽的地方嗎 你們都很健康 所以應該看起來都是 是不是眼睛就黑白分明這樣子 對不對 還是會還是怎麼樣 對 然後你看起來有點混濁 對不對 那如果是黃膽的話 他其實就真的會慌慌 甚至有時候真的會覺得濁濁的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自己好玩 就看一看 好 那另外的話 來再反覆來說 也不能再反覆來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剛剛就跟大家講過 肝臟出了問題 感到閉鎖了 沒有辦法有效的 把這個感知排除的話 他是不是就會經過血液 然後堆積在身上 堆積在皮膚 所以就可以測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剛剛一開始先跟大家說什麼 吃進去的東西五顏六色 為什麼出來的顏色都長得多 那顏色就是來自於 我剛剛講的 就是肝臟出的感動素 那如果你現在剛剛講的這個問題出來了 他沒有辦法有效的排到消化道當中 請問糞便的顏色會有改變嗎 會不會 因為糞便的顏色竟然是來自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糞便的顏色會不會改變 會 糞便的顏色會改變 你要猜嗎 還是你畢不想猜 剛起床 等一下香蕭還要吃早餐 不想講任何會影響胃口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糞便的顏色會改變 是變深還是變淺 對 我們很難想像 那如果是比較輕微的人 對他的顏色就會淺 如果很嚴重的話 甚至會出現類似像水泥的那種顏色 就是灰灰白 你不要告訴他 哇 你美白做得這麼徹底喔 連 你那個都美白了 多噁心 那所以其實當然這個需要經驗 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你可能看不出來 不過我覺得在誇張哪 灰白色跟那個顏色 是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你一定知道 就是特別是小朋友 因為如果是他是天生的 有一些狀況 他自己沒有辦法講 就是一直哭 所以爸媽就要幫忙判斷 所以小兒科醫生的話 他其實有時候就會跟爸媽講 你要注意看小兒的大便 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包一包就把他丟掉 對不對 你要看一看 你要看一看 然後呢 如果出現顏色有異常的話 要記得 趕快帶來看醫生 那就說他什麼叫顏色有異常 所以就會發一張以色卡 以色卡 有一點可惜 有跟媽媽去挑過沙發 或挑過家住 有時候不是會有那個色卡 有沒有 或者就是那個皮革 或那個磁磚 那個樣本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那醫生給你的也是樣本的照片 他就會給你各種不同的 就是糞便鼻色卡 就是這樣子是正常的 這樣子稍微要注意 但是還沒有關係 這樣的話要記得看醫生 這樣不要再遲疑了 馬上就送完醫院 所以直接就有分很多種顏色 所以那個當然就是糞便鼻色卡 有一個醫生如果他會發這個卡給你的話 你就會把那個卡叫大便卡 你有時候還會把這個醫生叫 自己想 老闆